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连秦王也要离让三分 如今受到这种待遇 自然心中不痛快 也对秦王生了一定的嫌隙 李世民在替玉池靖德松往后 故意以众礼相送 让玉池靖德自己选择去留 此时 玉池靖德终于明白了秦王的心思 秦王并不想让自己离开 于是心下释然 决心留在秦王身边 但玉池靖德仍对秦王心存借地 故意当着众将士的面给秦王难堪 不仅没有顺台阶下给秦王赔罪 还转身下跪给秦王敬酒 三个字 谢秦王 虽然让他彻底和秦王结下了梁子 但却表明了自己对秦王的一片忠心 对于玉池靖德这种淳朴忠厚的人来说 人和人就是你对我高益不云 我就能为你两肋插刀同生共死 北芒山战场的僵持不下 使得长安宫中对于是否要坚持攻下洛阳 而有了意义 太子李建成为切保守 没有像他父亲还有弟弟李世民那样的魄力 在长安兵力空虚的情况下 开始担忧草原部落来返 到时长安积极可危 于是提议退兵 可是李渊并不甘心 在李渊看来 洛阳周围的小城都已经攻下 如果此时放弃 那就是功败垂城 天下再次一举 这样的诱惑实在太大 可是如果坚持攻克洛阳 那么谁围城 谁打圆又是一个问题 李渊并不放心将兵权交到还不算稳重的齐王手里 只是为了一统中原 李渊最终还是决定同意齐王围城 齐王打圆的提议 在此时的李渊眼里 无论是李渊吉还是李世民 都只是一块助力建成走向政权中心的基石 所以这两块石头暂时放在哪并不重要 只要他可以铺路 现在的他也并没有想要义处的念头 毕竟这是影响国之根本的大事 所以纵使他明知太子雍诺 也要给他笼络像李靖这样的人才 一步步教会他帝王之术 延续大唐的江山 而后一道分封秦王儿子为郑王的旨意 从宫里传来 当所有人为秦王恭贺道祭时 秦王却若有所思 原来河南以前就是郑国 如果不拿下洛阳 郑王二字又从何说起呢 这道旨意表面上是李渊为秦王助威 鼓舞士气 实际上是让秦王必须拿下河南的死命令 军令如山 秦王只能放手一搏 再把洛阳留给秦王 不防好一切后 自己带一部分兵力向古牢关进发 洛阳兵权的一位是秦王李渊吉 真正享受到权力重要性的开始 以前无论在朝堂还是战场 秦王尚有身为君主的父亲李渊 身边又有太子李建成和功高的秦王 一直不太突出 而现在他却被推进了权力中心 这种来自万人之上的尊崇 让他心动了 在通往武牢关的途中 李世民带兵日夜不息 身先世俗 又在兵马体力不计时 提出分三部分前进 能够随即应变 带御池敬德出兵 是知人善任 能为自己的部下垂腿未劳 是礼前下士 如此之人 得弥心是迟早的事 和太子李建成相比 太子重情义 却不免在李渊的庇护下 太过于思想简单幼稚 而秦王在跟随李渊长年的征战里 早就成长了起来 沙发果断的日子 让秦王变得理智冷酷 事故圆滑 见到了太多的阴谋诡计 人心不免就开始复杂起来 这是必然之术 秦王逐渐深刻的知道 如何让一个人对自己心服口服 感慨在心 从而对自己忠心耿耿 生死相随 面对兵力悬殊的窦建德 李世民在防旋令的分析里 清除了窦建德的心思后 想采用激将法 试图刺激窦建德 出击重击 于是带着御石靖德等人 大摇大摆的来到窦建德的驻地前 弯弓搭建 将一封守信射向观望台 窦建德见信中 秦王明目张胆的嘲笑讽刺 果然上了当 根本不听魏征的劝阻 一心只想通过武力拿下武劳官 气得魏征 负气离开 其实相比王世冲而言 窦建德是很有机会赢得天下的 虽然窦建德出身草寇 但是他在河北广纳人才 深得人心 是个性情中人 可是也正是这样的出身背景 注定了他的眼界狭隘 如房玄灵猜测一样 窦建德出兵增援洛阳 并不是为了救王室冲于水火 要不然采用唯会救赵之法 只需要回头进攻长安 洛阳之急随之极解 可是相比较贫瘠的河北 洛阳繁华 窦建德太希望能够取而代之 在洛阳称王了 有个小细节是 在秦王和幕僚商议谋略时 大多数时候 谋士和将军都是随意坐落 而在窦建德和部下讨论时 却是将左在右 谋士在左 并且大多数将士都觉得文人无用 鄙视同苗 这也是为什么李世民可以赢得窦建德的原因 秦王善于笼络人心 集思广义 窦建德只是一介莽夫而已 既没有遇人之术 也不会兵法计谋 失败在所难免 那么接下来 秦王窦建德是否会如秦王的期盼一般 冲动出兵而重计败队 秦王又是否可以抵挡王世冲的 突围守好洛阳 再往后看 一旦秦王成功拿下窦建德 攻取洛阳 窦建德 王世冲的命运 又会走上哪两个不同的结局 秦王立下赫赫战功的同时 太子李建成又该如何自处 在秦王和太子建成日益 能力相差学术的情况下 李渊又是否会因此产生异处的念头 这一切的一切 都如云烟一般变化莫测 谁都不知道 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 各位看官老爷 今天的故事